我讲回城寨 我在城寨蹲了大概头尾四年 我六八年在城寨 七一年至七二年离开 我在城寨里面负责了什么呢? 我初初在吸毒 后来有一个机会 城寨里面我做了棚主 什么叫棚主?城寨是这样的 城寨进到一个大地 有四个大牌 一个是四大 那是丹马联同 黑社会 丹马联同 第二个是商英 盛我水房 第三个是老朝 老朝是任何都贵了 第四个是丹巴 我负责丹巴 今天是合法的广 我记得当年你打劫 四最后老四 当然霸博士 第二个人说你被人打 是你矛盾还不被人打 为什么 因为我说了 他说收弟弟有什么准则 我说有 大哥收弟弟 第一 弟弟有没有钱 他有钱财 三财 第二 有没有天财 有没有聪明 做不做到事 第三 蠢财 蠢财都收 当然收 出去打劫出去认 这就是蠢财 所以有个大哥说 有个大哥被人打